大家好 今天是2024年11月16日 欢迎收看《人民报》的小坤话时局 我是小坤 广西省青州市部分村民不满土地遭到强征 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 超过10位村民受伤 另有20位村民遭到逮捕 在中共独裁政府的暴力统治之下 基层政府欺压百姓变成一种常态 因此 中国民众自称是中共暴政下的韭菜和人况 随之而来的官民冲突也越来越多 越来越激烈 尤其是各地政府利用权力低价强行征用土地 更引发了全国各地的维权抗争事件 近期 广西壮竹自治区青州市就发生了一起 民众抗议政府强征土地和警方爆发激烈冲突的事件 被抓和受伤的村民人数可能超过40人 据New Talk新闻报道 X平台用户昨天分享的影片显示 青州市 青南区 纳盆镇 白沙村委 桥头村的村民 因为不满当地政府为了修建横倾高速公路 而强制征收农民耕地的行为 与政府爆发激烈的冲突 其中一位村民表示 当地政府在没有取得任何村民同意的情况下 强制征收了村民们用于耕作的土地 而且没有对权益受损的村民做出任何赔偿 因而激发了部分村民的愤怒 昨天表示 部分愤怒的村民在当地时间11号 聚集在高速公路的施工现场 透过各种行动试图妨碍施工团队的作业 并要求当地政府给他们一个说法 随后这些村民就和施工现场的警方 爆发小规模的冲突 但由于诉求并没有得到回应 这些村民就在12号再次前往施工现场 延续抗议的行动 然而 面对村民们的再次维权抗议 当地政府决定加派警力 对村民进行镇压 最后 村民因为人数较少 缺乏装备的原因 败给了全副武装的镇报警察 并遭到警方围殴 部分村民甚至受伤倒地后 腿部 腰部等部位 仍然遭手持警棍的警察殴打 甚至有村民痛批 警察没有证 就是黑社会 一位成功逃离现场的村民表示 这次爆发的冲突事件 总计造成超过10名村民受伤 另外有多位村民遭到警方逮捕 截至目前为止 仍然处于下落不明的状态 有网友在影片下方留言说 只要土匪披上军大衣 那么杀人放火全第一 也有网友表示 这些所谓的镇报警察 很可能是当地政府 以一天几十上百元的人民币为代价 雇佣的地痞流氓 村民们只能齐心团结 以远程扔石头的方式进行对抗 净身肉搏只会被单方面痛打 也有网友抗议 发生这种情形时 应该将汽油装在酒瓶内 以火攻的方式对付政府的鹰犬 就可以久武加满解军仇 也有网友痛批 这种警察 军队 以暴力镇压人民的行为十分可耻 简直就是人民的公敌 其中一位网友也指出 这类案件往往和当地政府的强行征收有关 有网友指出 2025年这种事情会翻倍出现 出现现中事件 这些打人的远景没有父母兄弟吗 怎么对人民下得了手呢 各级贪官贪钱就是先立个项目 就能公开的瓜分国家的钱 村民敢于反抗 虽然被镇压 但也是让政府知道百姓不是渔民 为了让更多的朋友看到我们的新闻 帮助我们把声音传得更远 希望大家能够为我们的节目点赞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 有上海民众向新唐人爆料 在上周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期间 上海警方提醒民众注意地铁里的包裹炸弹 几个月前 上海一名大学生在地铁放置了炸弹 据新唐人电视台报道 第七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 于11月5号到10号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 上海警方加强了对公共场所的安全警察 据爆料者提供的图片和群组讯息显示 在上海地铁站的角落里 窗台上出站口 发现多个可疑的包装盒 上海警方警告 发现类似包装盒不要动 要立即报警 爆料民众还透露 今年5月份 在上海地铁2号线 浦东机场终点站 一名清洁工在车厢里 捡到一个小泡沫箱 里面装有塑胶炸弹 但是没有引爆 随后 警方根据监控视频 抓捕了复旦大学一名 大四化学系的学生 时事评论员邢天行表示 极端暴力事件频发 凸显出中国社会不公的普遍性和严峻性 有很多人只要被逼到绝境上 他痛恨这个社会不公的时候 就有可能把这种痛恨转嫁到这个社会上来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现象 10月11日在珠海体育馆 一名男子驾驶越野车 恶意冲撞锻炼的人群 至少造成35人死亡 40多人受伤 邢天行认为 中共官员执法犯法不作为 再加上中国经济恶化 失业等现象 加剧了人们的绝望心理和怨气 导致出现越来越多的极端事件 中国现在频繁出现的这种极端的暴力社会现象 让世界都震惊 是中共治理中国的一个恶果 这种恶果是中共无神论和暴政 统治中国的一个副产品 中国社会出现的各种乱象 实际上是中共灭亡之前一种爆发的反应 广东珠海日前发生汽车撞人 导致80人伤亡的惨案之后 中共当局开始大规模的维稳 全国各地大搞排查 北京市更强调 全力保护首都安全 官方强调所谓风桥经验维稳模式 学者呼吁司法公正的文章遭到了删除 引发舆论的批评 广东珠海驾车撞人案 官方称有35人死亡 43人受伤 但是民间质疑伤亡人数应该更多 中共党会习近平和总理李强 都在事发后隔天发话 习近平要求举一反三 加强风险源头防控 及时化解矛盾纠纷 严防发生极端案件等等 各地政府因而连日召开会议 北京市强调 要全力确保首都安全稳定 统计外来流动人口租房讯息 以及调查流动儿童情况 福建 湖南 重庆等地同一天 也开了类似的会议 中共公安部13号开会 就珠海事件强调坚持所谓 新时代风桥经验 进一步严密社会面整体防控 以及总结推广北京朝阳群众做法 做好设法设诉等各类矛盾纠纷排查化解 网上流传的消息说 各地甚至开始排查所谓的四无人员 五失或八失人员 所谓的四无人员是指无配偶 无子女 无工作 无稳定收入 无法正常沟通交流 无房子 无车子等资产 五失人员是指投资失败 生活失意 关系失和 心理失衡 精神失常等等 有网民称 按照这个标准 排查出来的人恐怕占总人口的90% 排查出来后怎么做呢 把他们全送集中营吗 统计完然后抓起来吗 筛选出来隔离吗 有不少网民直接指出 导致中国出现各类悲剧事件的源头 就是总书记本人 越维稳越不稳 中共再这样高压维稳下去 社会事件会越来越多 这是必然的趋势 又在做贼喊抓贼的洗脑宣传了 源头大家都心知肚明 就是这样的宣传愚弄 导致很多人都醒不过来 折腾基层公务员 公务员折腾老百姓 这次维稳会议 应该是针对海外传的 25号大学生夜席天安门准备 又要开始寒冬深夜 派武警踹门驱逐低端人口了 源头的确在北京 快吓死了 估计很快会取消进京镇 外地车辆一力不让进 各类排摸 等结果出来以后 是不是要开始 对有的民众进车了 新时代人性防控2.0开始了 以后就是什么生活是否如一马 红马不让出门 绿马可以通行 社区会像防间谍一样防民众 在珠海市 因为各个社区和机构 都在大量采购 用来阻挡汽车的石墩子 导致石墩子供不应求 独立时评人蔡胜坤 在X平台评论说 原始的防范手段 固然可以挡住汽车 冲撞特定区域 可是中国汽车保有量为4亿多辆 满大街都是作案工具 下一步是不是要进汽车啊 观众朋友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希望您开启小铃铛订阅我们的频道 这样就可以及时看到我们为您准备的精彩的节目 感谢大家的支持 我们来看下一则新闻 中共政府11月15号发布消息 半年前因涉嫌贪腐遭到调查 并被解除职务的 前中共农业农村部部长唐仁健 已经被双开 也就是开除党籍 开除公职 而且他还因涉嫌贿赂账罪问题 被移送检查机关审查起诉 现年62岁的唐仁健 今年5月因严重违纪违法遭到调查 并且随即从中国部会领导人名单 和农业部网站上被移除 唐仁健在2020年出任农村农业部部长之前 于2017年到2020年担任甘肃省省长 但他曾长期在农业部和中央农业工作小组工作 他在担任农业农村部长期间 曾强化中国粮食安全的政策 批准使用基改食品 并推动粮食安全保障法的立法和实施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发布的公告称 唐仁健的违纪违法所得将被收缴 公告又说将其涉嫌犯罪问题 移送检查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所涉财务一并移送 据美国之音报道 从习近平2012年主政以来一直挥舞反腐大棒 既整肃一己让亲信上位又打老虎拍苍蝇 平息老百姓因痛恨贪官污吏而产生的强烈不满 但贪官似乎越打越多 就让人产生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的无奈之感 路透社指出 中共前两任国防部长魏凤和和李尚福 都是因为涉嫌贪腐遭调查而下台 但是这一次对唐人健的查处 从官宣到被查到被双开 却显得相当的迅速 根据中共中央纪委 中国国家监委官网发布的消息 唐人健被双开的主要原因是 贯彻中共三农工作决策部署不利 默许身边工作人员利用其职权谋取私利 在脱贫攻坚中搞盲目决策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的公告说 唐人健丧失理想信念 背弃初心使命 唐人健被指控的不当行为还包括 在干部选拔任用中 为他人谋取利益并收受财物 违规干预和插手司法活动 家风不振 道德败坏 贪欲膨胀 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习近平一直把他的反腐运动 看作是他主政以来的一个主要政机 常常夸耀多少个大老虎已经被打掉 今年稍早 他还标榜说 反腐败斗争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 同时宣称反腐败永远在路上 反腐败斗争绝不停步 习近平利用反腐败 清除政治对手或者是异己 这一举动让中共高官成了一个高危险的职业 而中共官场腐败不断 其原因就是中共是独裁专制和权力不受制约 最新数据表明 上海是全球排放最多温室气体的城市 如果以省或州的角度来看 全球七大温室气体排放省或州之中 除了德州以外 其余的全在中国 美国前副总统戈尔 共同创立的非营利联盟Climate Trace 气候跟踪实施大气碳排放联盟 正利用卫星和地面观测数据 并服役人工智能填补空白 试图量化全球的二氧化碳 甲烷和氧化亚旦的温室气体 以及其他空气污染物的排放数据 并首次制作了全球各省 州 各县 以及超过9000个主要城市的排放量清单 11月15日Climate Trace在第29届 联合国气候峰会上发布了该数据 该数据指出 2023年全球有7个地区的温室气体排放量 超过了10亿吨 除了排名第6的德州之外 其他6个都在中国 这7个地区的排序分别是 中国的山东省 河北省 山西省 内蒙古 江苏省 美国德州 以及中国的广东省 与此同时 中国的上海市 也是全球排放量最大的城市 根据Climate Trace的数据 2023年排放量最高的城市 依序是上海 东京 纽约 休斯顿和首尔 以国家的角度来看 中国是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最高的国家 2023年 中国排放的温室气体总量超过172.13亿吨 几乎是排放量排名第二的美国的三倍 与此同时 和2022年的数据相比 中国也是2023年排放量增幅最高的国家 增加值高达3.74亿吨 大约是排名第二的印度的四倍 相比之下 美国的排放量减幅是全球最高的 根据Climate Trace的数据 对比2022和2023年的数据 美国共减排了6188.6万吨 如果对比2015年到2023年 中国 印度 伊朗 印尼和俄罗斯的排放量增幅最大 维内瑞拉 日本 德国 英国和美国的排放量降幅最大 目前 参加第29届联合国气候峰会会谈的国家 正努力制定新的排解目标 并确定复国将负担多少费用 帮助世界完成减排任务 Climate Trace指出 2023年全球温室气体排放量增加0.7% 并估计在2024年可能再次小幅增加大约0.48% 该数据集是由来自不同团体的科学家和分析师统计 同时还研究了传统污染物 如一氧化碳 挥发性有机化合物 氨 二氧化硫 以及其他和空气污染有关的化学物质 好了 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 如果您对今天的新闻有什么想法 欢迎大家在留言区留言 来跟我们分享您的看法 也请大家为我们的视频点赞和转发 感谢您的支持 我们下次见 已来个视频 domest自省 酱 被 侮